大家好 我是混水 欢迎comment like share 最重要就是按一按订阅的小铃铛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金融的黑幕内幕真相和分析的话 也都欢迎订阅我的patreon 最近我的patreon就教别人如何利用个人理财财机 可以免息分期套大概超过30万左右的数出来 都帮助了很多人在现在一个经济困难的阶段度过难关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订阅我的patreon了解多些 我亦都开通了payme的点场和打伤服务 所以亦都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好 我们看看这宗欧币大规模 缩减这个规模 9间分店8月4日最后一日营业 涉及300个员工 公司指这个是经审阵考虑市场变况 营运成本和策略方向之后就得出这个结论 预计300名员工就将会受到影响 但公司承诺了就会给受影响的员工充分的尊重和关怀 旗下的10间分店就将会继续逆业提供高质素和卓越的服务 达到户下对品牌的期望 但是有些消息流出就是这个 他就说这个欧币的公司就欠了这个40名员工 5月到6月份的强积金供款 涉及总金额呢 就6万元 就是你看到除了有这个结议问题之外呢 都有这个涉及这个强积金供款员 因为我觉得相对好吃的餐厅 那时候我应该小学 就是欧币 那他就用黑糖面包做一个招 扒就都好吃的 那些海鲜都好吃的 洋葱都OK的 以当时候的价格来说是不差的 那他最大的那个优势 就是在于那个黑糖面包 然后后来就扩充得很厉害了 但是在我的那个角度来说就是 很少我有餐厅可以这么急速去扩充的 你去到最后一定都是 有一些理计的东西是要处理的 那他现在就正突了 那么的也且确你over expansion 那再加上那个经济上面的打击 那就只能够去缩减规模 我觉得未来有很多我们曾经以熟廊场的店 都是会托上一个这样的 就是不要说转路啦 一个这样的经营的艰难 就是都是会越来越难做的 那但是都没办法啦 就是因为始终这个都是大势所需的 那所以我们只能够去持续观察 密密地去再跟大家去做一个跟进 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就我觉得就是现在的情况 就是一些叫做下难一点的 野食才能够杀出重围 特别经济的环境那么差 一定是 搞些什么双送饭 或者一些粉面档那些 20多30元 试试一个饭那些 只能够是撑到下来 那事关于那些东西就叫做 制作就比较简单一点 那对于 一些就是可能收入 那么高的人呢 才能够给到这些价 现在慢慢有一个谈论 就是 就算找到钱的那些人呢 都相对是慢慢减少了香港的消费 这个时候 内心面 都有一个 既定的印象 就觉得香港洗钱不是很低 就宁愿将这些钱 就存起来 那星期五六日或者长假那时呢 就去旅客 就是你看到现在 那些汇价真是出了时间 就是去日本啊 都南啊 台湾这些消费 就真是便宜很多很多 或者你甚至真是有些人是 去了这个一何之隔的深圳那些消费 那个性价比呢 是香港就没得比 什么事关你那个 香港的租金啊 或者人工呢 你要调整回来呢 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就是他有个叫做 工资的粘性 和租金粘性在那里 就是那些业主啊 或者那些员工 永远是对那个 薪金或者租金 有既定的预期 那他们调整回去呢 是一定时间 就是会慢慢慢慢的减下去 所以就不能够一次过 就将那个成本呢 压度很低 那你变成那个价格呢 都不能够一次过呢 去压度很低 那现在就是这个香港的 饮食业呢 或者是不同名秀业呢 面对着这个情况 我相信这个outback 就不是一个的 估例来的 比如你几个月前 见到那些什么 金记冰室啦 都是 连环在那里建业啦 那现在 没收到的那些 我觉得是 那个租约还没完 因为 他们追回你租 如果你做不足别的话 除非你帮他找到下一手的租派啦 所以就 应该是那个情况 就是你够租约那些呢 就 接了够 那未够的那些 就继续先 去到减少那个旋征 这个都是那里的 大势所趋 还有现在呢 真是要 散兵游泳 还有 不可以再寄望 就是做一个大的饮食集团 除非你好像 王杰龙那么厉害 但是王杰龙真是晚中末日的 那如果你是 有一个心 在做一个 即的饮食集团 现在你可能真的要死心 就是 假如你是开一两家的 你自己兼顾得到的话 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你一去到 变成一个 集团 那其实你要背的东西就很多 你要 对于 食物的质素 或者管理上面的 Quality Control 全部都是 复杂了很多 是以 倍数去计算的 那这些就是 要留意的位置 所以 我都自己 是觉得现在做饮食的人都很厉害的 就是做两送饭的人当然是更厉害的 但是 如果现在还默默加云的话 全部都是 勇士来的 和买楼一样都是勇士来的 但是当然 买楼就有 自住的那个需求 那做饮食的可能多少是有一个 想圆梦的梦想 那现在在香港那里追梦的成本都很高 做运动员也是 最近运动员在奥运的佳职都更加是 如果你说想开一间餐厅的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间梦想 这间咖啡店都是一间梦想 但是现在你要去 完这个梦的话 你都要想一下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 不是说很想潑日冷水 但是 客观来说就是 现在不是一个 很好的 阶段 是不是 就是 累積着一些的实力先呢 那之后再等一个 红股的自己再出发会比较好呢 那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是要 去想一想的一个话题 现在几多是有坚密的那些 叫做饮食业的报道是生存到的 就是有一间叫 GX记得之前是 上网看过呢 搞了那些什么 夜晚的disco 是真 是有客 是吸到过去的 但是如果你说是真是连锁那些 旧式的经营方法呢 你真是很难适应到那个时代的变化 一两间就 很容易去控制的 我想对这些老板来说 自己 你真是顶不住的 就下去做 做做做员工 收一份 那样 是生存到的 但是你真是连锁那些 就不是你 个人的 落场去做呀 或者个人意志 去改变到整件事 始终你大轮船呢 转身是很困难 但是小船呢 又容易 适应到市场的 变咒 首先希望大家可以多些 CRS Comment Share 和按一按订阅的钟 这个是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呢 我们亦都有一个 Youtube 80元的会员计划 这个80元的会员计划呢 是会解答大家所有的问题 所以feel free去问 我们每一个礼拜都会解答的 你问我们多少条问题呢 留多少次言 我们都是会解答你的 那是非常之划的 你问我们100条问题 我们都是会解答你100条问题的 除此之外呢 我们亦都有一个paymecode 就放了在影片的左上角 同一时间呢 亦都放了在 comment和caption那里 如果大家觉得 我们这条影片做得好的话呢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去打赏我们啦 那和 亦都多谢一下打赏了我们的朋友 那我们亦都有一个点唱的环节的 就是你只要在payme那里 输入一些 你想我们说出去的message 那我们就会透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去说出去的了 那所以希望大家都善用这个 点唱环节的服务啦 那也都除此之外呢 我是有一个patreon的订阅产品 那里面是会爆很多黑幕内幕啦 以及一些 独特的独家分析啦 那甚至乎我现在 做着的奇人潭 是会找不同的嘉宾做访问 那里面也都会再有一些公开不方便去讲的一些 黑幕资讯呢 都会在patreon那里爆出来 也都有很多的电子书 电子雜誌 和 很多的精彩内容啦 每个礼拜都会有一个 绝密的 爆是非的youtube 那就希望大家可以订阅一下我的patreon啦 那最近呢 我就最受欢迎的内容是 讲一下 怎样可以帮现在 香港人呢 是可以透过信用卡财技 套到30万出来 那这一招的财技呢 套到30万之余呢 亦都是可以分期付款啦 其实是超过30万的 只要你懂得玩的话 那所以亦都帮很多 现在有现金周转困难的香港人呢 就解决了他们一些的 热微资金啦 那甚至乎有一些的税汉的财技呢 是可以 一月的税 退到去 五月才交的 那也都有 这一些的 巧妙东西啦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订阅一下 那我自己也都有一个 Fortune Insight的订阅产品啦 里面就会多些上市公司 股票内幕的分析的 那至于90后投资经理阿燕呢 我的节目拍档呢 他的投资回报 亦都是非常之厉害啦 近年呢 都很轻易 会找到一些 两三日前买之后 就会爆炸性回报 几十个percent 至一倍的股份的 那大家如果对于 投资 港股 或者美股策略上面呢 是有疑问有兴趣的话呢 亦都可以找一找他 就把握 把握 现在这个机会的窗口 那至于联络他的方法呢 下底就有一张Google Form 亦都有一条Google Link 在Caption 和留言 那里都会 留下这个Google Form 那大家可以 去找一找他 了解一下他的那条策略 那这个就你们自己 私底下联络 那就无需要 去经过我的 那我也都相信 今年呢 是一个最重要的 机会窗口 那大家一定要把握 这一年的机会窗口 要找多些钱 去做好整个人生的 资产投资的 财务部署